你好像洋蜜蜂,观众大山龙,大家好,我是小胡 今天给大家分享三种不同情况产生的蜂蜂 就是分别是自然蜂蜂,还有急躁蜂蜂,跟人蜂蜂蜂,这三种 我先说一下自然蜂蜂 自然蜂蜂就是蜂群想要分蜂的时候 或者是要换蜂的时候 它就会在一个蜂蜂,然后蜂蜂就在里面产卵 蜜蜂就把蜂蜂蜂蜜到蜂蜂里面 蜂蜂里面的蜂蜂就会慢慢的发展成蜂蜂 然后就可以分蜂或者是换蜂 一般这种蜂蜂只有两三个 它会调整一下,看哪一个蜂蜂好一点 就要哪一个,或者是 大部分吧,就是哪一个蜂蜂出来的 它就要其他的还没出来的 就咬掉,也有这样的情况 也有是三个蜂蜂出来 三个都要的这种情况,这个是不一定的 再一个就是极兆王 极兆王就是蜂蜂意外去世了或者是丢失了 这一群蜜蜂就没有王了 它就知道要去找一些比较小的没有吃过花粉的幼虫 几个王才把那个幼虫保护起来 然后呢,就一直分泌那个王浆给它吃 它长大以后呢,也是变成了蜂蜂 再一个呢,就是人工王 人工王就是我们想要大批量的玉王、宽王 这种情况,我们就去找王碑粘在那个框上面 然后把那个比较小的幼虫 没吃过花粉的幼虫移进来 之后那地方呢,也会将王浆分泌在那个王碑里面 这样子呢,它就是批量的出产那个蜂蜂 这时候呢,就可以根据我们自己需要 来如何运用这个蜂蜂 这以上这三点呢,就是蜂蜂产生了三种情况 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各位观看